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李梦 甜蜜的铁杆闺蜜 成功了 你也太棒了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她需要我在 她不需要 我也在 怎么现在你有困难了 我借一点钱这么费劲呢 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自己家人 甜蜜这部剧呢 节奏非常的明快 也非常接地气 只要能让我赚到钱 因为这钱这么好赚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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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把房子都给卖了吗 33个亿啊 我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男女 我看你也不像啊 一个人在最低谷的时候 哪怕就是一个朋友听你说话 都是很珍贵的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她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都一直在帮助她 我真的不想你每天压力这么大 里面很多角色都是能够体现 人生中的跌宕起伏和不可预测的生活洪流 长盛 你不觉得我就是挫折本尊吗 你现在是个泥菩萨 过江自身难保的人 能不能清醒一点 你怎么会被六百多万的债呢 但是因为有爱 有家人 有朋友 所以可以让生活变得温暖 束手可及 也会让人有一种别样的感动 梦梦 谢谢你陪我 跟我说什么呢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不能用你的钱 你呀 不要思想负担那么重 咱们都得往前看 我在剧中呢 是饰演的李梦 她是一名汽车4CM的销售人员 性格非常开朗 有一些大胆怜怜 别闹吓火了 你就是想说我现在大龄败嫁是不是 是 我觉得她很有光 然后更有爱 她可以真的是为了朋友两位插刀 信托你必须给我要回来 如果要不回来承受 你的甜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算在面对所谓的 追债的高利贷的时候 其实她的反应也是说 我没有考虑我自己的安慰 我要保证甜蜜她安全下来 所以她是一个可以奋不顾身的女生 你傻呀 把侍主带走 谁跟咱们讨钱去 你零雾了 零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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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李孟呢 刘媛也是甜蜜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怎么办啊 刘媛姐 现在你对她狠一点了 你一会儿听我的 相对于李孟来说 刘媛在处理甜蜜的这个 实际问题的时候 她会更客观 更理智 她也会有一些强势 咱们得想别的办法呀 咱们得想点别的招啊 她能够帮助甜蜜去做很多决定 赶紧说 刘媛刚走 这是她现在唯一的 她也不能偏心守着回忆过呀 不是 你 你听我的 你别分意外的 咱们咱天天哭 能哭出一个十几个意来 那我陪你一块儿哭啊 刘媛后来因为家庭的原因 不得不躲到外国去 甜蜜身边就只剩下李孟 这样一个真心的朋友了 在甜蜜最难的时候 让甜蜜住在自己的合租屋里 给甜蜜找工作 最后还跟甜蜜一同变成了盟友 和她的帮手 谢谢你啊 谢谢师傅教得好 师傅领进门修行赛个人 谢谢 我觉得其实朋友之间 都是相互的爱 甜蜜对李孟也是有一种呵护的 你们两个像不像要钱了 经过不让虚 当甜蜜被一万百千追债 追到和李孟合租的住处时 甜蜜为了不拖累李孟 悄然地自己离开了 不惜落魄街头 她宁可自己多找兼职 也不想连爱到朋友 李孟和甜蜜的情感超越了友情 更像是家人 可以说是中华好闺蜜的代表人物 中文有一句老话 患难见真情 真正的友谊 往往是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 才会体现出来的 朋友会是我们在最后得到帮助的人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身边都会出现那个真正的好朋友